2003年开始在普通机场这边做自从零部件的进出口 他们是总机出口 一般当时是最辉煌的时候是三家公司 公司名应该可以说 GM级 申金工和这个 什么还有一家 一家那一家的公司 这三家公司在2009年的时候 因为咱们国内的自己的五轴机床的冲击 被迫合并成了合金工 合并到了申金工一家公司 因为其他两家公司的所有的商品卖不出去了 我在2009年的时候又接触了一家荷兰的 他们做机床的 它也是五轴机床 但是就在它的隔壁也有一家我们国内的一家公司 做的也是五轴机床 它的销量就明显低于那家国内的 而且精度和数码编程控制 我们国内的反而要简单 他们等到我脱离这个行当的时候 他们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状态 他们原先是一台机器 我记得他们是最夸张的时候 就是05-06年的时候 一台机器存利润能够上千万 但是等到2013年2014年的时候 他们一台机器的存利润大概只有百来万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差别 现在有很多人都说 数控机床咱们没跟上 这纯纯的就是在扯淡 咱们已经把 曾经工已经倒闭了 包括BMG 包括科尔博斯 科尔博斯好像还在 但是经营非常的不景气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为国产机床的严重冲击 把他们的市场份额给冲掉了 还有一部分 因为惯性或者是因为迷信于外部厂家的这些东西 所以大规模的还在采购他们的玩意儿 实际上就是他们 就像科尔博斯 BMG还是圣经工这些公司 他们也在大量的采购什么呢 采购国内生产的这些零部件 各为他们的补充 因为价格便宜质量好 这个是没办法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吹集床 我真的是服他们了 刚才我刚才在上面打字说了一句 我们确实有一项 我们确实还正在公关 那就是超微型的高强度轴层 这玩意儿确实我们没搞定 这普通的五轴机床甚至是六轴机床 这已经是完全搞定了时期 这只是大家不说而已 大家只在说那边说 我们机床不行 我们刀具不行 我们编程不行 我们机床的特别性能不行 误差 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 我们的机床误差能够达到五个师 然后他们的误差可以控制在0.1个师 那就是纯粹的在闹了变成 因为什么呢 因为组装这些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进口的机床 即使国内组装的 就是整机出口 现在就形成了一种什么 就是大闸蟹的 就是它在国内生产组装完 运到哪里呢 不是近的呢 运到香港 本来就运到新加坡 再转回来就变成 那个产地就被他们换掉了 换成比如说瑞典 比如说那个荷兰 这你说你让大家怎么说 所以很多东西 现在 现在很多真正的接触这些东西的人 现在都不会去说 舆论上面他们也不发声 所以机床这个东西 我多多少少接触了大概十来年的功夫 虽然我没有去接触这里面的 GPT的什么编程啊制造啊之类的 但是我知道它的整个的生产的 它的所需的零配件的来源 以及它的生产人员的构成 它为什么要转出去 运回来是不是就更贵一分 要贵大概三到五倍 这件不件呢 对呀 我跟你说一件土研的事故研 这是我在青年所见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我在这边海关 做过海关查验的工作吗 有户要进来 我去做海关查验 让他们验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是合格不合格 有没有什么纰漏之类的 结果过去之后 看着人家说 啊这个东西好 这属于是矿山机械 这个矿山机械好 结果一个不小心 那个插车的插尺 把那个矿山机械给撞了 撞完了之后 就很奇怪 矿山机械底下 有另外一层的涂漆 我们就很奇怪 说这国外的确实牛 你看连涂漆都封成三层 哈哈哈哈 就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 上面好像有一小撇是 一小块好像是方块字 又被海关把那个方块字给铲 出来了你知道吗 是我们国内的矿山机械 到外面去做了油漆喷涂之后 又运回来了 噴上他们的标志什么的 对啊 所以你说这玩意 你现在很多人都在吹这种矿山机械 对啊包括车船 哪啊我们的矿山机械现在都是比他们厉害多了 我那次去了那个山东 有几个的 哇那些矿山机械 有我三四个人那么高 有我爱吗 你看到应该是125吨的那个 对啊 后大后大我们爬上去 爬三层的楼梯 才能爬到他那驾驶舱什么的 对而且你看到 那应该是无人驾驶的吧 不是是可以要开的 人人在上面开的 哦因为我现在知道 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像这一类车 因为他的 因为他的 好多的现在是 对他们现在正在搞无论话 厉害厉害厉害 这车床的问题 是说实话 因为我接触的都是他们的那些 所谓的 大量的比较精密的零配件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处理办法 过也 这一批零配件进来之后 不卖 嗯 就为什么不卖呢 他从国内给下一个厂家 国内的厂家下一个订单 一定要求你做到这个公益 嗯 必须得做到这个公益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公司之后 就给别人 给别人的零配件 他说这个就是我从某某地区进口来的 这个价格就是多少钱 你没得还价 那事实上的零配件 从那边进来的零配件 确实是这个价格 而且他有曝光文书 他可以给你 但是他的货就是国产的 这个事情我是亲手亲手交接的 所以我知道这里面的贸易 哈哈哈哈 就是机场税吧 哈哈哈哈 你说机场的问题 你说还在这边吹什么 都是十几年 我十几年都知道这件事 里面的一大堆的工程师 我认识的那帮的工程师 他们也跟我说 这算什么呀 他们因为工资比较高嘛 因为利润比较高 所以他们说 纯粹就是糊弄人呗 哈哈哈哈 这是靠糊弄人来过日子 你们查到了会扣吗 不会 不会 对 因为这个东西 怎么说 都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的问题 嗯 你愿意看他这个品牌 那么你就必须 为这个品牌的溢价 来付钱 嗯 对对对 因为 但是他等于是假模伪劣 不是假模伪劣 但质量还是可以的 质量 质量还是这个质量 但是刚感红的质量下 国产的要便宜 50%甚至60% 但是他们因为迷信于 这种品牌力量 所以采用这种玩意儿 有意思想不通 哈哈哈哈 对啊 没有想不通 不是我就是 我还是我说的那个嘛 就假的劳力师表 比真的劳力师表准嘛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很多都是其实就是 你为那个故事掏钱 对 你为他们所营造的气氛 所营造的气氛 对他说的那个故事 你去掏钱 对 这个问题嘛 到最后现在 据我所知在15年的时候 左卫的最表着 当时最高精尖的一部分的 至少是在中等 中等偏上 高档偏终端的这一批 所谓的DMG升金工 在国内 全部关停 为什么呢 他挣不了钱了 东西卖不出去 因为他的质量 跟本土的质量 只能说是不相伯仲 价格死贵 要贵大概30%到40% 这是他们已经降价的结果 就是降价之后 还贵30%到40% 你卖给谁去啊 没有 所以这三家公司是肯定倒掉了 但是科尔罗斯好像是因为他 因为他的价格什么的相对而言比较清明 所以目前好像还挺着 但是就在他隔壁 有一个同样是一个做机床的 已经把厂区扩大了两次了 就这一点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你去迷信这些所谓的 咱们村的机床总产值 在2022年就已经是全水球第一了 而且由大到强这个过程 咱们已经在 其实特别简单一件事 有一个公司叫 咱们村那名的 前面的两个字 公用技术集团 去查去吧 查机床两个字 去关注他们的公众号 查机床两个字 咱们村的机床企业 几乎都在他下面 他们所谓的高精力机床 所谓的突破0.01毫米 那些事早就早就完成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今年的咱们 咱们村最顶级的那些大会 他们拿两项国家 都是因为这个叫机床的问题 机床的科技发展 还是不要妄自菲薄 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 就是全地球村 没有一个村 有咱们完备的 其实这事特别简单 这样完备的 没车咱们不行 就让他们拿出证据来 是的 不行你就说为什么不行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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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